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七课 也就是Lesson 17 The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好 按照惯例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首先打开书到第78页 Please open book at page 78 好 动作快些 第78页 跟老师把这课书 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答声先读一遍 78页 好 快些 Suspension Suspension Agreable Agreable Situation Situation Locate Locate Immortal Immortal Brooklyn Brooklyn Sta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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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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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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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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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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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Length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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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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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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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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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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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下面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书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先看一看 第一个重点词就是题目中的这个 Suspension这个词汇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再读两遍 Suspension Suspension 好极了 这个词它意思特别多 在题目中呢吊桥里边 它这个含义表示悬挂 这个东西悬在那里挂在那 同时它有个重要的意思叫暂停或者终止的意思 暂停或终止 还有一个生活中用的特别多的 表示某个人因为违反了某个规章制度 而遭到了停职或者停课 暂时让他先家里待一段 然后才能上班来上课 停职或停课可以用它 我们用一个意思给它穿起来 为什么呢 一个东西如果挂到了墙上了 就暂时不能用了 先挂起来一段 先挂到那过几天才能上班才能上课 停课停职 这也好理解了 我们看几个例子来深入体会它的这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个就是题目中的用法 叫suspension bridge 叫吊桥 用铁锁拉起来这种吊桥 在这里是悬挂的意思 原来老版本里边是世界上最长的桥 新版本新增加了悬挂这个字 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在60年代刚出版的时候 老版本它是最长的桥 现在只能叫最长的吊桥了 是这么一个 还有下面一个例子 The suspension of the peace talks 叫做和平谈判的终止 或者暂停 双方和谈因为出现一些变故 临时停止了 就先挂那挂一段时间 再拿下来用 暂停终止可以用它 和平谈判叫peace talks 顺便可以记录 还有像这句话 我们看 Annie got a three-day suspension for smoking in school 在这个例子里面 明显这个 suspension 得翻译成 因为违犯规章而停止或者停课 在这儿是停课了 Annie这个女孩 遭到了三天的停课处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学校里抽烟 这女孩抽烟确实有点过分了 那 suspension 叫停止或者停课 有这个意思 这中看到 它的三个意思 由悬挂一个 含义可以把它穿下来 同时记住 下面呢 它的动词形式 就是 suspend 最常见的意思 也是悬挂的意思 这个时候 我们记住一个固定搭配 叫做 suspend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把某个东西挂在什么东西上 注意这个借词加from 就从这儿掉下来了 但从这儿悬挂下来 这么一个意思 同样的我们看一两个例子 先看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A lamp was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一盏灯从天花板上悬掉下来 就是天花板上掉着这么一盏灯 这个lamp 不要跟小绵羊搞混了 小绵羊上一课刚刚讲过 叫lamb 那个b不发音 读成lamp 但是这个灯读成lamp 这个字母p是发音的 一盏灯挂在天花板上 可以这么说 这是在这个例句中用法 我们再看在新三册 也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看18课里面 就是在下一课书中 82页的第10到第11行 82页的第10到第11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那些奇形怪状的雕塑品 这个form有语境是雕塑品的意思 是什么呢 那些挂在了天花板上 你注意在这里面 依然用被动 be suspended from 挂在天花板上 并且有一阵风吹来的时候 会来回乱动的这种雕塑品 怎么样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这是相当熟悉 司空见惯了 这是be suspended from 还是挂在什么东西上 所以suspend最常见的意思 确实是悬挂 记住它跟from来搭配就好了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它类似于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中学词汇 就是hang from something 这个词可以当不及物动词来用 所以直接可以用主动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发音不要读行 那是杭州 那是汉语拼音了 老师说过前面字母A发 就咧开嘴 后面舌根拱上去 还是发hang 拱舌根这动作 再读一下 hang 这也是挂在什么东西上 而且戒词一样 也是跟from搭配 这多好戒 我们看一个例子 in the corner of the room was a large lamp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它是在房间的角落处呢 有一盏巨大的这么一个灯 什么呢 就挂在天花板上 挂在天花板上 那盏灯 这个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非位于动词 当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lamp 既然在这儿是一个 现在分词 说明是主动结构 来自hang from 挂在什么东西上 类似于我们刚才那个be suspended from 这个搭配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只不过hang呢 直接可以用主动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suspend第二个意思 动词继承了名词的用法 也可以表示暂停 或者是终止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 ferry service has been suspended for the day because of bad weather 这个ferry service 就是渡船服 这个ferry可以表示渡轮 就是往返与两岸之间 运输乘客的百渡船 渡轮 当然也可以表示渡口 这个series服务 渡轮服务 今天for the day 就今天一天了 要暂停终止 为什么 因为天气不好 怕在运输途中会出事故 所以暂停终止了 是这么来说 那我们再看新开店三册里面 也有类似的用法 你要细心的话 到处有一些惊喜的发现 你看在170页 第21行到第22行 170页 第21行到第22行 就是我们那个开往 温斯顿海文的快车 那么这个文章中 37颗 他说 A tiny asterisk conducted me to a footnot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t said this service has been suspended 一个微小的 小不丁点的 tiny怎么讲过 微小的 对吧 那个小村庄 用过它 Asterisk 就是本书上的注释的信号 一个信号 一个小不丁点的信号 把我引导到了 这个这一页的下面的一个角柱 就下面有个注释 在页角下 叫角柱 这上面说什么呢 那上面说 这个服务已经被终止了 被暂停了 你看暂停终止 也可以用suspend 注意它是实暂停 所以一般也是用被动 叫be suspended 被暂停了 被终止了 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suspend 继承的名词 第二个用法 那同样的 我们知道 这个第三个意思 表示因为违反规章制度 而这个停职停课 咱们也可以用它 同样咱们看些例子 那比如说 The policeman was suspended while the complaint was investigated 这位警察 现在被临时停职了 当什么呢 当这个投诉 在被调查期间 这个警察被停职了 先不能工作 可能有人投诉着警察 比如什么 有暴力行为 现在你先回家 带着钱不允许工作 等着这个调查完了之后 那么根据结果 再决定你的取留 这个时候be suspended 就暂时被停职了 这是这么一种法 同样的 我们停课 也可以用它 注意后面 如果飞墙的 从哪里被轰走了 也可以后面加 这次from 你看 Dave was suspended from school for a week 就Dave这个人 可能是犯了某个错误 从学校里 被停课了 大概停 要一周之久 一周以后才能再回来 从什么什么 被停职停课 后面可以加 借词from 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名词 suspension 以及相关的动词 三个意思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表示悬挂 第二个表示暂停 或者中止 第三个表示 因为违规 停止 或者停课 注意 名词 以及动词 是急误 还是不急误的变化 以及后面加什么 切词 细节记住 这个词就活了 就是我们自己的了 而不是睡在四点上的一个词了 好 这个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本科书中的 这个situation 这也是个多义字 意思特别多 而且都特别重要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不要读成situation 我们知道这个t碰到了一页 一般发ch 这个声音 咱们在前面讲过 四种场景的发音变化 你看you 后面字母you发 you 前面有个ye 跟t碰到一块发ch 这个声音 就像last year 咱们读last year last year一样 在那边 situation situation 像don't chew won't chew 都是这样的 注意它的含义 有两个 大家可能未必都知道 第一个意思是本文中的 表示物理上的含义 就是某个东西的地点 或者是它的位置 就是situation 第二个含义 咱们在前面已经见过了 表示情况或者处境 某个东西大致周遭的情况 或者抽象的处境 一个是具体含义 一个抽象的含义 在生活中 这两个意思都特别常见 都特别常见 我们先看一看 表示地点位置 表示地点位置的时候 它完全相当于 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location 这个时候 两个字会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situation location 表示某个东西 一个房子 一个学校 它所处的地点 具体的位置 咱们看下例子 a beautiful situation overlooking the valley 或者说 a beautiful location overlooking the valley 这两个可以替换 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 这么一个地理位置 它怎么样 可以俯瞰着整个山谷 所以视野宽广 特别美丽 valley 就山 两个山中间 这个低洼的地方 山谷 overlooking 是俯视俯瞰 这是后置定义 修饰前面的地点了 这两个可以替换 再看一个例子 his apartment is in a really good situation 它的这个公寓 处在一个真正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到了 这个介词搭配 咱们一会儿 在课文中也会碰到 跟哪个介词搭配呢 跟in搭配 处在什么地理位置 处在什么地点 什么位置 我们可以跟介词in 它的公寓 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说明呢 这个风景不错 而且呢 治安又好 而且买东西方便 这是一个好的地点 in呢 good situation 或者location 表示这个含义 这两个词能提换 而且记住介词 是给in搭配的 但是situation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情况或者处境 表示这个意思 依然非常常见 我们看一个例子 she found herself in a embarrassing situation 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 令人尴尬的这么一个处境 这个situation 不是表示地理位置的 就处境 处境特别尴尬 就周遭的情况呢 觉得令她很不好意思 处境尴尬 可以这么说 embarrassing表示 是令人觉得尴尬的 表示情况处境 这个意思特别多 咱们前面就见过一些 咱们回顾下第四课 在26页的第六行到第八行 26页的第六行到第八行 回顾下这个句子 this can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 as in the case of Alfred Blocks who work at Statsman for the Alzheimer Corporation 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情况 而不是地理位置的 正如在 阿尔弗里德布洛格斯 就阿尔斯米尔公司 工作的垃圾供 身上发生的情况那样 这个situation 在这表示 这个情况 处境 而不是地理位置 这个 咱们见过 还有呢 我们在刚刚学过 没多久的第十三课中 62页的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62页的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She tried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saying it's only me but it was too late 这个女人试图呢 解释当时这个情况 说是我吗 别害怕 但是这已经太晚了 这个situation 不可能解释 它的地理位置了 具体的情况 或者处境 situation 这两个意思 把它同时记住 但是我们还得看 这个词汇的动词 situate 表示始位于 某一个地方 表示始位于 这个时候又是一个 五星级的重点词汇 这个时候呢 三个动词 咱们放在一块来记 因为它的用法 它的搭配 它的主动被动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再分别读一下 situate locate locate这个词 在本文中也出现了 还有第三个 site site 这三个词都可以当 即物动词来用 表示始位于某个地方 始位于 既然是始位于 那么如果表示 这个东西位于某个地方 它一般情况下 多用被动 多用被动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monastery is situated in a valley 这个monastery 咱们前面第八个 见过 这个修道院 这座修道院 位于一个山谷之中 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换成 is located is sited in a valley 都行 包括这个locate 在美音中 很多人会读成locate 都行 locate locate 所以被动 叫be located 或者be located 都可以 在位于一个山谷之中 注意 这三个词 要用被动 表示某个东西 它的位置 位于哪个地方 但是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三课说过 表示 位于某个地方 还可以有什么处立 什么坐落 是用躺 站坐躺 这三个 要用主动 站坐躺 这三个词用主动 只不过我们说 站和坐 它一般强的立体感 所以这个东西规模并不太大 什么移动房子 甚至一辆汽车 甚至一棵树 但是这个lie 表示躺 一般强的比较大的面积 比较大的面积 但一样的是 三个词都用主动 这个把它牢牢记住 看例子 Near the river station stood a hotel 说呢 有一个这个饭店 一个酒店 那么就位于 这个火车站的附近 当然在这里面 这个stood 咱们看到用了一个 咱们以前说过的 全部道床语序 even near the river station 是表示位置的 这么一个地点状 有方的聚首 主于hotel 不是带词 位于stand 不是急舞动词 用了全部道庄了 正常语序是 a hotel stood near the river station 对吧 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这里 是主动的表示位于 一个酒店呢 一栋楼 所以用矗立是对的 看这个 the house sits on top of a hill 这栋房子 位于一栋 这个山顶之上 位于山顶上 可以用什么来说 这是位于 是主动的 但是大面积的东西呢 the town lies on the coast 这个城镇 位于海滨之上 这个城镇 这个城市 是比较大面积的东西 一个城啊 一个村庄啊 最好我们用这个 lie好一些 是战座堂 这三个注意 有主动结构 不得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永生的 或者派生意叫流芳百世的 留下好明星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immortal immortal 永生的 流芳百世的 这两个意思都对 那么第一个意思呢 就表示永生的 永远不会死的 我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他一般只像神一样 这种永远不会死的 比如说 Plato believed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Plato 是古希腊 当时被称为 西方三贤的第二位 我们知道 师徒 这个三人 很有名气 祖师爷呢 就是Socrates 我们说苏格拉底 他的徒弟里 最有名的一个 是Plato 就柏拉图 注意不要读Plato 懂成Plato 柏拉图的弟子里 最有名的一个叫 Aristotle 叫亚里士多德 关于这个亚里士多德 这个人物 咱们在四册的 第32课 伽利略重生里 咱们会介绍 这是当时呢 这个柏拉图 柏拉图认为怎么样呢 灵魂是不会死的 人的肉身会腐朽 但这个灵魂是永生的 叫immortal 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的派生意 就可以表示 类似中文说的 流芳百世的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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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千载流明的 这么一个 我们看看例子 The Immortal Shakespeare Shakespeare是沙士比亚了 不能翻译成 不死的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早就死了 但是它是不朽的沙士比亚 什么意思呢 它会流芳千古 它人死掉 它的名声传到了今天 我们再看例子 Emily Bronti's Immortal Love Story Emily Bronti 她写的不朽的爱情故事 这个爱情故事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我们说Emily Bronti 是伯朗第三姐妹中 第二个 那么她写出著名的 呼啸山庄 那么她还有一叫 这个她的姐姐 就是这个写出了 这假爱的 是另外一个布朗蒂 我们说是Emily Bronti 就写呼啸山庄 这个 她的不朽的爱情传说 爱情故事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是不朽的 再比如说 在四册里面的 第三十二课 《伽利略重生》里面 描述《伽利略》的时候 也出现这个词了 四册第三十二课 未来咱们四册回学到 叫His telescopic observations are justly immortal 它的望远镜的观察 这个观测结果 那理所应当是不朽的 的的确确是不朽的 是流芳百世的immortal 这里面也是表示 并不是这个人不会死 而是流芳百世美名 一直传到今天 这一般指好人 或者好事情 有这个意思 那本文中 当然是第二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 它的反义词呢 也特别重要 它的反义词就是 终有一死的 一定会死的 是肉身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Mortal Mortal 表示会死的 或者终有一死的 All human beings are mortal 所有的人在未来 都是会死掉的 Mortal 是终有一死的 那么上帝可能是永生的 但人 都是会死的 人生中 没有什么事情 是确定无疑的 但有一位美国总统说 有两件事情 可以肯定 第一 人一定会死 第二 我们必须得纳税 这两个 是谁也逃不开的 这是Mortal 终有一死的 它的派生意呢 就是表示致命的 致命的 会导致人死亡的 致命的 你看我们这搭配叫 Mortal 叫做一个致命的外伤 这个刀口 整个 这个受伤了 肚子上 拉了个大口子 四米多长 因为这个死了 致命的这么一个外伤 可以这么说 我们看在三册里面 也出现类似用法了 咱们看256页 第57课里面 256页的第11行 到第13行 256页的第11到13行 他说 当时父亲跟我计划 是要回到故乡来看一看 但是在这之前呢 他就得了致命性的疾病了 he became mortally ill 叫致命的疾病 会死的疾病了 在我们计划呢 要走的几个月之前 得了致命的疾病 并且呢 当他知道 他正在慢慢要死掉 那么已经垂死的时候呢 他让我承诺说 我一个人必须得回去 回到家乡看一看 be mortally ill 叫得了致命的疾病 可以这么说 这也是mortal 这个重要的用法 那么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辩析 为什么 immortal和mortal 还有一组词 这immoral和moral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那个行进词 这个词叫不道德的 而不是不死的 差了一个字母 这个注意拼写 我们打上来 immoral immoral 好 这个词叫不道德的 比方说 is immoral to steal 偷东西 是有为道德的 是不道德的 是不道德的 它的反应词呢 就是moral 这个是常见词了 它可以表示道德方面的 或者道义上的都行 我们再来 moral 叫道德方面的 或者道义方面的 两意思都行 咱分别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decline of moral standards 这个moral在这儿明显翻译成道德的 moral standards就是道德标准了 道德标准的这个下降 对吧 declin是下降 再比如说 moral support 我们经常翻译成道义上的知识 moral obligation 叫道义上的责任 这并不是必须做的 但出于道义 我们觉得必须应该做 这道德的 或者道义的 下面我们可以看看海明威 当年说的一句名言 这句话中两个词都出现了 你看他怎么说 I know only that what is moral is what you feel good after and what is immoral is what you feel bad after 说的很有趣 他说我只知道这么一个事 什么呢 那些道德的事情 就是你事后觉得很好的这个事情 而那些不道德的事情 就是你事后觉得很糟糕的事情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回味的时候觉得心理状态很好 哎呀 很满足很开心 那么你做的事情是道德的 做完事情之后 良心不安 自己感觉不好 这是不道德的 当然这是不是同意 也看同学们自己判断 总而言之 这是海明威 说过就名言 注意这是道德的和不道德的 跟这个会死的和永生的 要做个变析